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馬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今年 2022 最後一雙的倒勾鞋款 那就是全黑的 Travis Scott Jordan 1 這個鞋盒也蠻特別的 看到每一次倒勾都很用心的 再換一個鞋盒 我覺得這是還蠻值得比個讚的 那這個鞋款雖然發售到現在 有蠻多的嘲諷 就是大家說這是一個全黑的鞋子 有多難看之類的 導致這張再售價是目前最便宜 最能夠入手的倒勾鞋子 女鞋不到兩萬塊就能入手 男鞋的話尺寸越大越貴 如果你沒入手過倒勾系列的朋友 我覺得真的很想要買的話 你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它價位便宜 那如果你入手過摩卡倒勾 或者是三方聯名之類的 那你可以直接跳過 直接Pass了 OK嗎 因為說實話 這個鞋子真的有點普通 好嗎 鞋盒是做抽屜式的鞋盒 全黑的部分都有在做印刷 剛印這個Cactus Jack 以及Travis Scott的這個Logo圖案 裡面還有一個黑色的 Nike高級的這個鞋盒 那鞋盒看起來很小對不對 因為這是一雙US 7.5的 很幸運有機會能夠抽中 雖然不是能夠穿的尺寸 但原價就很不錯啦 7號半的尺寸 內部打開來裡面喔 就是給你一個黑色的變形 從方巾質感超級不錯喔 這應該是這雙鞋子最大的亮點 全黑的鞋子就是長這個樣子 裡面有兩塊這麼大的方巾 這個配件有用心 那上頭也有這個Jordan的跳跳人圖案 還有Cactus Jack 以及Travis Scott的Logo圖案 所以原本小馬是不打算入手 但是看到這個方巾這個配件 我又有一點心動了 好像也可以入手一下 我的理智跟我的慾望正在拔河當中 我們先來看一下球鞋吧 首先這個鞋款全部都是皮革的材質 黑色皮革材質主要是鞋面的勾勾 就是牛巴哥的這個材質 以及鞋面中間這一塊也都是跟勾勾一樣的 那鞋頭也是牛巴哥的材質 摸起來滑滑的 觸感來講真的是非常舒服 倒勾的這個材質用料真的都很好 那再來就是前掌跟後掌跟跟鞋帶孔的地方 它都是做雞皮的 摸起來是比較毛的 比較粗的這個面料 所以是兩個不同的材質去構成的 一個比較大的亮點就是 這一次的內領 它是做一個後絨布 穿起來會比較溫暖一點 所以它才選擇在12月份發售 就是要打造一個冬季的鞋款 鞋舌一樣也有一個Cactus Jack的步標 兩隻左右鞋子都有 那紅色的這種點綴 讓我想到了 350黑紅字的這種搭配 所以說黑色系配上紅色鞋帶 就是一個很完美的搭配方式 那本身就是附贈一個全黑的上蠟鞋帶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是最帥的 是白黑配色的這種漸層鞋帶 如果是我 我自己可能會換這個鞋帶來做穿搭 很特別 鞋墊上的圖案跟第一次初代摩卡 好像是一樣的一個圖案設計編排 後跟它這一次也比較特別 它拿掉了它的Logo圖案 而是用上了一個蜜蜂的刺繡 那這蜜蜂呢 其實就代表著Trapies Scott他的女兒 這是一個象徵父親愛女兒的溫馨故事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選擇黑色 蠻奇妙的 但講真的 這雙全黑的顏色 實在是有一點難搭配啊 這顏色太黑了 雖然它的縫線用的白色 是一點點小亮點 但是外觀真的是太黑了 穿搭性真的是會比較局限一點 如果你上面搭全白的顏色 好像怪怪的 那你搭牛仔褲來講 底下這種Jordan 1的鞋型比較窄一點 全黑的顏色 就會感覺到一種頭重腳筋 所以我覺得這種黑色系的鞋款 真的就只能夠搭全身黑色 所以會變得比較局限 我覺得這件外套 就跟這個還蠻適合的 如果後續我有去入手這雙的話 我就會在我的IG上面 給大家做一個傳達分享 所以這個鞋子值不值得入手 講實在話真的是還好 但因為它價格真的是目前 倒勾系列當中最便宜的 也許這個原因 然後跟它有送方巾 會有一點想要入手的動機 但是理性一點好像也沒有這麼需要 介紹完鞋子 在這一次聯名當中 還有服飾系列 服飾系列倒是蠻值得入手的 給大家看第一樣單品 變形蟲的短褲 這個短褲的定價呢 是相當親民 2680 其實跟Jodan 平常推出的 這種籃球褲 價位是差不多 上面是白色變形蟲圖案 抽繩這邊做出一種 比較民俗風格的感覺 有一些這種串珠的 質料在這邊 那內裡做的是有一點斷面布料 我覺得它的質感做得非常的好 那上面都是這種 Cact Jack的 Logo 然後我覺得這個褲子 它的顏色上 版型上真的都非常的棒 是我覺得這一次服飾裡面 第一名要入手的 如果你不考慮鞋子的話 我覺得短褲 是還蠻百搭的一個單品 那再來第二樣值得入手的呢 就是這一件 咖啡色的外套啦 那這個外套定價蠻貴的 是美金售價750美 台灣的定價是22480 兩萬多塊的外套 你可能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Jordan竟然可以有這樣子高貴的定價 沒錯 小馬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在拿到食品之後 我覺得這兩萬塊 其實蠻對得起它的價值的 咖啡色的這個變料 它是做混羊毛的 65%的羊毛去搭配起來的 這些拼布的質料都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工藝非常的完整 很少看到Nike的衣服 可以有這麼好的一個工藝水平 白色的這邊呢 是百分之百的牛皮材質 所以這個衣服不用擔心 它就是不會壞掉的那一種 後面呢 大拼布 上頭除了刺繡以外 還有做這個水鑽黏貼 這個膠呢 也都是黏得非常的好 都沒有歪掉亂七八糟 所以我覺得這件外套 它已經可以說是精品的等級 尤其前陣子 Travis Scott 不是跟Dior聯名的衣服嗎 我覺得這一個的風格呈現 有一點美式的迪雅的風格 很像Dior跟Travis Scott 一起推出的這種味道 所以我最終呢 看到實體之後 我還是入手了 這件買過最貴的Jordan外套 好啦 所以說這一次的全黑倒勾 開箱介紹就到這邊 值不值得入手 就看各位自己去選擇啦 那你們覺得這個全黑的款式 是好看還是難看 在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喜歡小馬今日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